第十军从原山登船,两军全部撤回到日本,但是杜鲁门和爱德里最好商量决定,绝不主动撤出朝鲜,除非被打出去。 美军大步回撤,在于尽快脱离接触,以使在三八线以南站稳脚跟,重新建立新的防线。 豪泽东看准这一点,即便彭德怀,以三个的兵力,尾追上去,穷追猛打,促其溃散。 12月5日,志愿军39军1160将及攻占平壤,收复了北朝鲜首都。 美军的机械化在撤退中占了优势,跑得比兔子还快。 12月12日,美帝十军的人员和装备从原山起航后撤,乘用75艘货轮,15艘运输船,40艘坦克登陆舰,总吨位达到40万吨。 这是美军在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退回三八线以南时的真实镜头。 正当联合国军急促退过三八线的时候,朝鲜战争的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角色,中立的印度。 平壤一手的第二天,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当面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潘尼迦称,13个亚非国家联合倡议,先在三八线停战,而后举行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这位大使还解释说,这是所有非欧、非美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所以不能认为是支持美国的。 如果中国政府宣布,不越过三八线,将得到这些倡议国道义上的支持。 他同时还表示,几天之内,印度将向联合国提出这项提案。 中立国突然插手握拳,反而使得中国左右为难,拧万己守。 周恩来马上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约见了印度使馆参战,向他提问, 为什么在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讲话? 为什么13国不宣言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朝鲜和对中国台湾的侵略? 7天以后,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将印度提案一分为二。 第一提案是,要求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以51票获得多数通过。 第二提案是,召开国际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被无限期搁置。 美国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第二天,即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广播讲话。 他说,现在,我,哈利·杜鲁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正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他同时宣布实行扩军计划,使美国军队增加一百万,飞机和坦克增加五倍。 战后,历史学家指出,1950年末,美国实际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杜鲁门唯一尚存的理智,使他没有正式对中国宣战。 而当时在中国,正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实际上也已进入了战争状态。 据战后资料披露,中国在派出志愿军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对美国宣战的准备。 但最终美国没有宣战,18个卷入朝鲜战争的国家都没有宣战,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影片记录的是当时新疆人民送子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情景。 新中国开国即开始的这场对外战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他们决心保卫自己的土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 12月中旬前后,志愿军后续部队源源过降。 我们在各种影片资料中最常见的这里,并不是志愿军十月下旬入朝时的情况,那时是秘密的,而这时已是大张旗。 12月11日,周恩来会见了印度大使,周恩来对他说,实际上也是让他给美国传个话。 周恩来说,因为美军已经越过了三八戒,因此三八戒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言外之意很清楚,中国不能宣布不越过三八戒。 据战后资料纪录,在周恩来讲这个话的前期间,也就是印度大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费上路的前方计划。 中国政府曾做出决定,打到三八戒后停下来准备团案。 在一个星期以后,印度横插一杠路,联合国决议中国必须在三八戒以北迎战。 中国一下子被激怒了,既然联合国以组成军队与北朝鲜和中国作战,联合国就是交战一方。 敌对双方的一方,有什么道理限制另一方的行动呢? 12月13日,毛泽东便令志愿军要克服一切困难和忍受一切困难,坚决打过三八戒。 毛泽东在电报中告诉前线级战员,哪怕是打过线不远再修整,也要坚决过线。 中文字幕志愿军 追过了整整半个朝鲜,溃败的美第八集团军终于在三八线以南收住了脚。 这是他的司令官沃克中将,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尽头。 12月23日,他乘坐的吉普车在拥挤的公路上夺路抢行时,翻车身亡。 三天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这一天正是圣诞。 一个月前,麦卡瑟曾当面向沃克讲过,圣诞节就可以结束战争,回美国过年了。 请麦卡瑟推荐,杜鲁门任命陆军副曹谋长李奇威接替驻朝第八集团军司令官。 李奇威当晚即飞离华盛顿,圣诞节的午夜抵达日本东径。 次日凌晨,这位欧洲战争的名将,身穿一套陆战军服,胸前挂着两颗手榴弹,直飞朝鲜三八线前线。 战后,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见到的是一支张簧失措的军队。 这时,中国军队已在三八线以北地区向前沿移动。 又一场大战即将来临,面对中国军队强大的攻势,李奇威却着手制定一项进攻计划。 当时,他的参谋人员都感到疑虑重重,事后证明,正是李奇威这种进攻意识所确定的美军的雌性战术,才使彭德怀感到遇到了一名真正的对手。 1950年最后的几天即将过去,这时的朝鲜三八线战区,迷茫的风雪中,蕴藏着一种杀机。 1950年12月31日17时,中国军队按照预定计划,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悬线发起进攻,并迅速地突破了美军在三八线预设的防御阵地。 志愿军又纵队,第三十九军在炮兵支援下,即主力一月一日佛小前,突入美军防御纵深约十公里。 第三十八军在炮兵支援下,于进攻发起后一小时,突破敌人阵地,至一日十二时,突入美军防御纵深二十公里。 第四十军,第119师在炮兵支援下,于进攻发起一个半小时后,突破临京江,至一日佛小前,突入美军防御纵深十二公里。 至此,美军第一道防线已全面崩溃,特别是其右翼已经完全暴露。 美军恐中国军队从其暴露的右翼,实施深远的迂回包围,使其十多万军队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而陷于危险境地。 被迫于1月2日开始实施全线撤退,只以一部兵力在汉城以北进行掩护。 志愿军左纵队第四十二军在炮兵支援下,于进攻发起一小时二十分钟后,突破美军阵地,继续发展进攻,沿途打破了美军十余次阻击。 第六十六军主力于进攻发起了三小时突破敌人阵地,会从第四十二军揭灭了该地区的南朝鲜第二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和第五师的第三十六团,以及炮兵第二十四营,缴获加农炮、榴弹炮等三十余门,狐鲁七百余人。 美军在中国军队的猛力攻击下,异常恐慌,被迫于三日十五时开始自汉城撤退。 李七威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他为了保证其第八集团军能迅速撤退下达命令。 如果南朝鲜难民争夺汉江大桥,影响其撤退行动,就开枪射击。 四日,志愿军第五师军和第三十九军各一个师,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一部攻占汉城。 战斗至一月八日,中国军队将美军驱逐到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 鉴于中国军队在进攻中并未能大量歼灭美军有胜力量,美军有计划地实施撤退。 企图诱中国军队深入,而后在其侧后实时登陆,对中国军队进行加击。 彭德怀果断决定停止追击。 第三次战役,是中国军队对育有防御准备的美军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经过七昼夜的连续进攻,中国军队突破了美军在三八线的防御,歼灭美军一万九千余人,收复了汉城。 当时,中国军队已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部队相当疲劳,再加上战线难移,供应更加困难。 毛泽东依据当时形势,从政治需要出发,决定中国军队立即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下。